两个人的亲密感情,从不会因为时间长短,地位高低,而比利益持久,其中一方想走还是留,另一方无能为力,即使用尽办法,也都无济于事,要知道,感情是一种关系,是一种发生联系的欲望,如果对方已然失去对你的这种欲望,那么,别自讨没去了,让这段关系彻底结束吧。 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,欢迎订阅大道无形,对你说的话毫不在意,想要疏远一个人,最明显的表现就是视而不见,虽然你围绕在他身边,但是他却可以把你当作空气。 在生活中,也许不会做得这么明显,但是他所表达出来的抗拒你,还是可以第一时间感受到的,其中最典型的,就是,对你说的话毫不在意,无论你说了什么,是否与他有关,这些话好像都入不了他的耳。 如果有人有这样的表现,那么说明,他其实,对你并不重视。 你说的话,在他看来,就是毫无意义的废话,完全不用费心思去听去懂去理解,自然也就不会在他脑海中留下任何印象,还有一种,可能就是,即使他听明白了你的话,但是由于他想疏远你,并不想和你发生过多的联系。 所以干脆装作毫不知情,希望以此刻意让你知难而退,无论是哪一种情况,对你说的话毫不在意,都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漠视和无理,他既没有尊重你,也没有重视你,这样的人,也无需再花心思花精力和他相处,毕竟交往也是需要有平等作为基础的,一份不对等的感情,就算勉强维持下去,也毫无意义。 对你的事情,也不闻不问,一个不打算搭理你的人,自然对你的事情不介意,你呼吸也好,不呼吸也罢,他都会选择无视,因为你不在他的社交圈子里。 他就懒得花费心思在你身上,当你满足不了对方的期待,或者他单方面的和你的认知相反,觉得你缺乏他要的价值时,他就会疏远你,通过对你冷漠来打击你的积极性,让你自动退出他的生活。 这个时候,你的主动只会换回对方的漠视和嫌弃,你的热情可能会让对方更加有恃无恐,他把你的友善当成了软弱可欺,把你的关心当成了凡人的干扰。 他不想和你有交集,就算你在他面前,打扮得在引人注目,便得在优秀,他也不愿意理你,你们就是平行线。 没有再交集的可能,这个时候,学会平静地接受,不再做任何幻想,专注自己,就是对自己的救赎,对你遮遮掩掩。 一个人真心对你,自然不会抗拒你的热情和主动,而是会敞开双臂,欢迎你参与到他的生活里,他会愿意,与你分享他的快乐和痛苦,并希望听听你的想法和建议。 然而,你若是发现,他对你总是遮遮掩掩,一副不愿意透露心声,抵触你主动问询的样子,那么就说明,他还是把你当成外人,再刻意和你保持距离。 排除对方在某个时候,确实有难言之隐,其他不让你去了解他,不愿意和你共同出现在公众场合的人,基本都是和你逢场作戏,或是别有居心。 说白了,对方就是懒得和你产生交集,他们一般都被动地接受你的友善,享受着你的讨好,就是不愿意主动打破对你竖起的高枪。 所以,这种反常的举动说明了他内心的真实想法,对方反感你的介入,那就请远离他的生活,别做让人轻视的糊涂之人。 多次给他发信息,他都不回复。在这世间,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本质是一场利益交换。 两个人在一起,看似聊得很投机,很有可能是彼此之间有利益牵扯,才会引发对方对你投入如此大的热情。 如果,利益关系结束,也许,对方也不愿意再费心费力,维系他和你之间的感情了,不管你有多么的热情,他都会刻意与你保持距离,忽视你的信息,甚至拒接你的电话。 不想让你再出现在他的世界里,如果,在某一个时间段中,你频繁主动联系一个人,他都不回复,不要为他找借口。 他,并不是忙得连回消息的时间都没有,或是有那么健忘,而是你在他的心里,根本不重要了。 真相往往很残酷,一个人对你的消息视而不见,就是不想再与你联络,不想再和你有过多的交集,遇到多次给一个人发信息,他却不回复时,请不要再去追问他为什么不回信息,也不要纠结和伤感他为什么不回你的信息, 而是,应该选择一份理解,选择不纠缠,也许相望于江湖,就是最好的相处方式。 经常推托你的邀约。 你来我往的情意,才值得我们用心维系和珍惜,对于一个想疏远你的人来说,推托你的邀约,就是他们传递给你的信号。 当你热情地想要和他们见面聚餐时,或是打算串门,共同逛街旅游时,他们总是缺乏兴趣,不断地推辞,让你倍感受挫。 例如,找借口说自己有事走不开,或者总是说改天再说吧。 对你更明显的疏远,莫过于拒绝你以后,不做任何的解,是核心理上,行动上的补偿。 打算远离你的人,当然不会在乎你的感受,如果担心失去你,就会在事后主动联系你,解开心理的疙瘩和误会,或者挤出时间和你见面,一直回避你的邀约,就是想让你知难而退。 这种冷漠决绝的态度,已经是在明确告诉你。 他不想再见到你,我们也就无需再联系了。 人际交往最稳定的方式,是齐头并见,互为依靠,如果有人要故意甩开你,也别抱怨气愤,因为我们没必要浪费感情,在不值得的人身上,专注于自己的生活,远离那些疏远我们,消耗我们热情的人,才是聪明人的选择。 与你若即若离的分寸感,如果一段关系让你感到不舒服,或者不自在了,别怀疑,这不是你的多心,而是对方的疏远,被你察觉到了,有分寸代表一个人的成熟,但是,一个对你从未有过分寸感的人,突然礼貌起来,这是对方发出的信号,他想疏远你。 这时候,如果你在执迷不悟,给人的感觉就是不知好歹,只能自取其辱,人生至高的幸福,是感受到有人爱,如果你感受不到了,只能说明,对方并非良人,即使止损,是你的智慧,也是唯一的答案。 他的重要人生经历,都不与你分享。 这世上最可悲的一件事是,一个人热烈追求一份纯粹的感情,却被人漠视和敷衍,而自己过了很久,才发现,生活中,我们随处可见,浮予表面的客套和亲近,根本不走心地打探和关心,人和人的关系。 也是逐渐升级的,你对我好,我也能对你释放真诚和热情,人心莫测,有些人对你看起来友善主动,但其实却在心里设置了重重壁垒,能升级关系和感情的事情,都不对你放开。 也许是他们内心敏感自卑,但更多情况是,他们不把你划入自己的社交圈子,才会对你有所保留,对你避讳,他们不愿和你分享自己重要的人生经历,是觉得让你参与其中实在没什么意义,也不奢望你的理解和支持,这种明显的排外,说明你们之间只是浅浅的交情。 因为但凡关系深入一些的朋友,都会暴露自己的不足和真实,甚至狼狈的一面,对方总是对你设防,表明他的心门不会对你敞开,你和他之间有一面厚厚的墙,靠你无法击穿,你再主动询问对方,或是联系对方,只会被视为不知取地打扰,因为对方的抗拒和疏远的意图,已经如此明显了。 你就不要再纠结和遗憾,保持一段适中的距离,或者干脆放弃和对方的交情,都是明智的选择。 人心,都是肉掌的,一颗心若是一直主动,但是却总是遭受冷漠与拒绝。 那么主动久了也会累,坚持多了也会更到疼,要和懂得珍惜你的好,用心对待你的付出的人在一起,双向奔赴的感情,才会变得越来越长久。 当一个人总是对你冷漠无视,那么就不要再让自己卑微讨好了,专注于过好自己眼下的生活。 当你自身变得越来越好之时,那么也一定会吸引到同样优秀的人,人生往往就是如此,你若盛开,清风自来。 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。 欢迎订阅大道无形。